求神赐给我一颗包容的心,以火还我的神啊,你满有怜悯,恩典,你不轻易发怒,并且有丰盛的慈爱,我是个本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,你却爱我,并且赐下独一爱子给我,使我借着耶稣基督的血,得蒙救赎,过犯得以赦免。 我的神,我的主啊,我感谢你,感谢你以爱包容我的一切,使我这本不配的人,如今得以成为尊贵君王的儿子,想想主你的爱,我就不由自主的心欢喜,临快乐,口唱心和赞美我的主,我的主是如此深爱着我。 主啊,我常常渴望被爱,被理解,被包容,被饶恕,但你告诉我,无论何时,我愿意别人怎样待我,我就当怎样待人。 我渴望被包容,被理解,我就应当先包容别人,理解别人。 在教会中,与弟兄姐妹有不一样的见解时,主啊,帮助我学习更多包容,将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,效法主的爱,彼此包容,求同存异,使我们彼此相爱,一起服侍主。 为神的加紧心,在家庭中,看到孩子不听话,调皮,不认真做功课。 主啊,请你帮助我,学习更多包容,更多耐心地引导孩子,不以血气去教训他们,惹他们的气,学习做一位温柔,有智慧的妈妈。 面对丈夫存在与自己不一样的观念,或生活习惯。 主啊,帮助我学习更多包容,因为你造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按你的心意而造。 主啊,我应当更多接纳他,理解他,并学习成为丈夫的好帮助者。 在工作中,与上司,同事相处过程中,难免会有矛盾,受气,求助帮助我学习更多包容。 不冲动做事,不以偏见待人,总要有爱心,并求你赐给我智慧,让我懂得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,使我在工作中荣耀神你的名。 主啊,我感谢赞美你,我要效法主你的爱,求你帮助我,在凡事上都欢欢喜喜的忍耐,宽容并感谢赞美我的主,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,阿们。